本已计划提前回国的一对中国旅家大熊猫 因新冠疫情而滞留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 已经超过四个月 且一度面临主食断供的危机 卡尔加里动物园近日向外界释放利好消息 呈先驻供应 暂货缓解 卡尔加里动物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际社会都很关切大熊猫大毛二顺的情况 这对大熊猫正继续得到护理人员的特别照顾 鉴于加拿大的竹子供应只能维持到九月底 园方正通过北美各地不同的供应渠道 为他们采购仙竹 对于大熊猫而言 99%的食物是新鲜竹子 旅家大熊猫食用的仙竹原本空运自中国四川 动物园表示采购仙竹的相关工作不尽如人意 因为此事耗时耗力成本高昂 但园方仍致力于尽责尽力 确保大家真爱的大熊猫的健康和福祉 园方同时透露 大熊猫跨国运输的审批流程正在进行 他们认为大毛二顺回中国家乡的旅程 很快就会确定那里有充足的竹子 卡尔加里动物园今年5月中旬宣布 受疫情影响仙竹供应链遭遇挑战 中国租借给加拿大的大熊猫大毛和二顺 将比原计划提前近三年返回中国 至8月上旬 远方表示两只大熊猫仍未成形 且正面临仙竹断供的挑战 根据中加两国政府协议 成都雄性大熊猫大毛和重庆雌性大熊猫二顺 于2013年3月赴加拿大 原计划旅居10年 他们先在多伦多生活了5年 其间二顺借助人工受精技术 于2015年10月生下龙凤双胞胎 加盼盼和加月月 2018年3月 四只大熊猫迁居卡尔加里 今年1月已满4岁的加盼盼和加月月 依据协议先行回到中国 加盼盼和加盼盼